据日本媒体报道,台风21号在当地时间9月4日中午左右,预得岛线南部登陆日本,并在下午2点左右游泉故事附近再次登陆。 据日本消防厅称,一向全国各地超过100万人发布了避难劝告,此次以强大石头登陆日本的21号台风,成为了G1993年,13号台风,以来登陆日本的最强台风。 在不断向北推进的21号台风的影响下,日本多的爆发了暴风和暴雨灾害,静岗线富士山市一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了120毫米以上。 除此之外,以日本的禁忌地区和四国地区为中心,海水潮位也异常高涨,神户河大阪地区甚至检测,到了自1961年以来最高的海水潮位。 潮位高达2.5米左右,GNHK电台消息称,关西国际机场的跑道,已经处于水淹状态,受台风影响,日本700多个航班已经停飞。 新干线也减少了发车次数,位于大阪市的游览圣地,日本环球影城,也实施了中越碧源。 日本政府方面表示,此次台风已导致大阪、京都、冰库、奈良、滋賀和歌山附近三重线共计日145万6千户的宫殿受到影响。 据悉,台风在穿过日本海后,将变为温带气泉继续北上,间时风速将达到70千米左右,预计温带气泉将在今月晚间接近日文北部,有可能会在沿海地区引起瞬间超过40米每秒的暴风。 目前台风已造成两人死亡,估计伤亡人数还会上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